booth mostly 大家好,我是圈圈 每到六月凶凶花开的季节 喔!不对!今天不是要讲毕业季哦 六月这个延远的夏日呢 又是台湾国际电脑展盛会的举行时间 不过有些可惜 圈这一次并没有到场参加 当然,也就错过了亲眼目睹 现在在AI界响当当的大佬 黄仑勋 老黄啊 或许未来在夜市吃豆腐 我可能还比较容易遇到 我这里来告诉你 这次在Computex的演讲呢 我可是看得一清二楚 演讲内容除了AI生成的表演 剩下呢就是在介绍NVIDIA的 算力、GPU、显示卡、显示卡、显示卡 好多显示卡 好我们再把话题拉回来 如果有观看这场演讲的朋友呢 应该就会知道 他在台上呢 展示的各种AI生成的应用 其中包含了文字生成讲者 文字生成音乐 文字生成歌曲等等 不知道各位看了他在台上酷炫的表演之后呢 有没有引起各位想要越越欲试的想法呢 没问题 今天圈圈将带领着各位 手把手的实作出这些AI生成式应用 随便修一首短暖的几秒钟时间 应该都可以让你朋友为之敬念哦 有兴趣的朋友 我们就继续看下去吧 Let's go It's best from the night market Hi Computex I'm here to tell you about how wonderful stinky tofu is You can enjoy it right here in Taiwan It's best from the night market 好的首先呢 大家应该也看到老黄第一段的表演 他使用了文字 转成讲者的AI应用 他使用了这套软体呢 叫做Synthesia Synthesia是一款可以将指定的文档呢 透过这个AI自动帮你转成虚拟的演讲的影片哦 不过很可惜的是呢 他需要付费才能够使用啊 所以呢 转成这边找到了另外一套 跟Synthesia 可以做到一模一样的事情 而且还是可以免费使用的这套AI应用 他叫做DID 想使用的朋友呢 一样到下方影片描述栏 领取连结即可 进来到DID的界面哦 这时候你可以到左下方这边进行一个注册 接下来的AI应用呢 全部都需要注册才能够使用 所以大家一定要先准备好这个账号 那转成现在马上就登录一个 我的一个测试账号 好 注册跟录完之后呢 大家就可以看到 进来这个界面 然后这个下方呢 有一个这个Credit Left 就是可以使用的免费点数啊 那基本上生成一部影片呢 画的点数应该不会太多 如果你秒数不是太长的话 好 那我们要怎么生成这个演讲者的影片呢 我们直接到右上方点下这个Create Video 点下这个Create Video之后呢 这边下方有好多个虚拟人 可以让你选择 这个虚拟人待会就是会帮你 念出这段稿子的人哦 所以你可以选一个比较你喜欢的 或者是觉得比较像你 先选这个有这个胡子的好了 好 选完人之后呢 可以看到右手边这边 就是输入你想要念的一段稿子啊 先这边呢 就直接使用这个GPT 来帮我生成一段稿子 稿子就是讲 AI虚拟生成式应用 好 现在帮我生成了一段 40个字的一个应用 那我们一样呢 把它贴到右手边这边 然后呢 贴完之后 因为我们用的是中文 所以下方的语言呢 记得要选择中文 Taiwanese 然后这个Vocal呢 是看你要选择哪一个 我们选一个男生的好了 这后选择完之后呢 我们就直接按下 右上方的这个Generate Video 直接生成 哦 它这边有写 还会花费我一点 所以其实有满多点可以应用的 好 短短几秒钟呢 就可以看见刚才一部影片 已经生成完成了 那我们来播放看看 AI虚拟人带来了全新的互动体验 为用户提供智能助手 个性化建议和无尽创意 改变着我们的生活方式和工作方式 有听清楚吗 各位 短短几秒钟 它就自动帮我生成了一段 模拟的讲稿 我连脸都不用露 只需要提供我的文字内容 它就直接帮我对嘴 配音上去 甚至直接给我一段影片 这边呢 当然只要直接按下这个Download 就可以把刚刚那部影片把它存起来 这个对于你不喜欢露脸 或者是懒得在那边剪影片的朋友 这个AI虚拟人的讲者应用呢 应该就对你非常有帮助哦 好了 再来看到第二个老黄展示的AI应用呢 就是这个文字生成音乐 这个文字生成音乐 确认在上一部影片也有稍微提到哦 它就是使用了Google的Music LM 音乐模型进行生成的 你只需要输入几个想要生成 曲风的关键字或者是描述 几秒钟的时间 你将可以得到 类似于你指定曲风的音乐曲目哦 确认这边直接来演示给大家看哦 进来这个Music LM的页面之后呢 我们记得要先登录 那如果你没有账号呢 就记得点注册 那项圈已经有账号 就直接登录就可以了 好登录了之后呢 你就可以看到上方这边出现了一个 输控格可以让你进行文字输入哦 那这边的文字输入呢 圈这边已经有写了几个关键字哦 假设呢 我想要它生成一个 Heavy Metal 重金属 然后Rock and Roll 就是摇滚的意思 然后Hyper 所以待会这段曲目生成出来呢 应该会是很High 很摇滚这样子 我按下这个箭头 然后就可以看到 诶 开始跑了 一样短短几秒钟时间 你就可以得到 非常摇滚的一个曲风啊 甚至呢 它这个曲风呢 是可以被下载的哦 你只需要到下面这个check01 第一个呢 按一下download 你就可以直接拿到 刚刚那个摇滚曲风的MP3档案 I am here at Computex I will make you like me best SingSing it with me I really like NVIDIA OK 玩吧 I am here at Computex I will make you like me best Yeah SingSing it with me I really like NVIDIA 好 再来老黄演示的最后一项呢 就是文字直接生成歌曲 歌曲跟刚刚的曲目不太一样 歌曲是包含主唱在里面哦 老黄这次使用的这套文字生成歌曲呢 它是使用的Voice Mode 这套AI应用 Voice Mode它是一个 你只要选取指定的曲目 再搭配上你指定的一个歌词 AI呢 就会自动帮你唱出来一首歌 想使用的朋友呢 那一样到下方连结点击这个Voice Mode的一个传送门 进来之后呢 你会看到这样的一个界面哦 这边有一个叫做Generate Song Free 一样可以免费试用 点击之后呢 还记不记得刚刚确认讲的 每一个应用其实基本上都要先注册 就先到右上角进行登录 登录之后呢 可以看到右上角这个图案呢 已经变成一个音乐的脸谱 再来呢就是选择你想要的曲风 它这边有几个预设的曲风让你选择 确认就学一下这个老黄用这一首 然后按下Next 再来呢就是选择这个歌手的声音哦 那这个歌手的声音呢 它这边有几个播放按钮可以先试听看看 好我们就用这个哦 听起来好像蛮清澈响亮的哦 再来呢这边就是输入 你想要让它唱出来的歌词哦 不过呢这边的歌词呢 它目前看起来只有支援英文 那Chain这边的歌词呢 也已经想好了哦 我就直接把它贴上了 Welcome to Chain Chains YouTube channel 这一段歌词的意思呢 就是欢迎来到Chain Chains的频道哦 这边专门为您介绍这个很多的AI的应用工具 希望你可以尽情的享受 大概就是这样的意思 再来这个歌曲的名字 把它叫做Chain Chains Song 然后呢刚刚选择歌手的名字 我选择完之后呢 按一下这个Create Song 好按下Create Song呢 AI就开始帮我生成了 好的生成完成哦 它帮我生成了一个 很像是音乐封面的一个指卡 好那我们一起来听听看 这个AI生成的Chain Chains Song 到底会长成什么样子 Welcome to Chain Chains YouTube channel The Simple Illustration The Introduce You to the Tools of I hope you will enjoy it 好确实有这么的一个样子哦 虽然它断句断的不是特别的准 不过呢整体听起来就是不知道 有一种神奇的感觉 诶怎么突然间就把我唱出了这首歌哦 那当然这首歌的音乐呢 也是可以进行下载 可以看到右上方有个download按钮 甚至要下载这个MP4影片 也是没有问题的哦 好上述的三样AI应用 是不是都非常的简单呢 有兴趣的朋友就自行试试看哦 好的看到这边 不知道大家都学会了吗 其实这些AI生成式的应用 使用难度及操作的方法 难度应该都不高哦 因为大部分复杂的内容呢 都已经被AI给完成处理了 我们基本上就只要做到发想主题 发想内容 不过也不用特别惊讶 因为这样非常正常 AI的出现呢 就是要省去大量人工编修的时间啦 省去了这些时间呢 就可以让我们更专注在 创造这个部分上 因为AI呢它终究只是一个工具 而且呢更想把它解释为 备增时间的工具 听起来有没有变得很厉害呢 不过还是老话一句啊 懂得应用AI工具 它将让你做起事来 备增效率 好啦 最后如果你对这个议题 有任何的想法或看法 也欢迎到下方留言 跟我一起讨论分享哦 影片到这边就结束了 所以如果你觉得这部影片不错 的话可以到下方点个喜欢 想持续关注我的频道 记得按下按钮订阅按钮 不过去全 我们下部影片见啰 掰